這間很久了 十幾年前 然後那時候就剛好去谷外店看到 然後就買了 那時候其實還不太懂啦 是 坦白說 那時候是剛開始接觸珠寶 對 寶石 然後只是因為它造型很特殊 然後因為那個 餐廚 三角餐廚 因為咬錢招財嘛 對 做生意的都喜歡招財 就愛錢嘛 所以那時候就買了餐廚 希望它能夠把錢咬回來 對 那時候買多少錢 好像 好像才三萬多塊 因為那時候剛開始啊 所以不可能花很多錢 對 那時候其實價錢也沒有像現在這麼高 只是一個戒指 早期像這樣的物件 它很厲害耶 那買到屬於冰種的 然後能夠有這種好的種綠色 不帶雜色 然後雕刻 整個很精緻 那一般來講像這種蠶廚 就是屬於那種典故嘛 就是這個瀏海矽金蠶 所以這個就沒錢 或是比較失意的時候把這個 蠶廚帶著向外 出去放風一下 然後回來 咬錢回來 再轉回來 把它這個錢放到我們的財庫裡面 所以每天這樣轉來轉去 轉來轉去啊 很好啊 樂子不疲啊 對不對 所以我也曾經看過有人 這裡做活動的 它省著轉 白天轉過去 就轉回來 也是這種設計啊 對不對 很好啊 所以所有的設計 都是因為需求而做的 不過我覺得它是不錯的 不錯的物件 要告訴你大約行情多少 好不好 好 來 那時候買三萬多塊嘛 現在只多少呢 請見價 十二萬元 這個是等於是 因為這幾年真的長很多 對 翡翠有點像這種顏色 比較鮮豔的 正常的 然後它不要有裂縫啊 什麼正常的 有不正常的嗎 有啊 不正常就是B貨嘛 就是染色的嘛 像這種A貨啦 然後屬於這種 比例上來講 有特殊的抑鬱的 都很好 你知道台灣早期 七十幾年的時候 是紅元機構 是 紅元機構 紅元機構 習近嘛 再過來的話就是股票大標啊 那個聯合報啦 還是那個什麼什麼 中國時報 然後到下面半夜 全部都是殘廚界 賣殘廚 因為要咬錢 紅元還沒有出事之前 下面半板 都是手機啊 出事之後 下面半板 那個時候 都是票貼你知道嗎 那個時候叫做七星寶戒 那個我賣過 你知道每天貼金師傅 都坐到晚上三四點 那個時候還沒有那個注膜台 全部都是手工的 都是那個玉石雕 一隻殘廚 小青蛙 小青蛙 然後雕工真的是很難看 那時候光趕著出貨而已 不講究雕工 就是殘廚在上面 後面拖一隻尾巴 就是那一隻腳 拖下來要七顆鑽石 那個叫七星寶劍 所以你帶了白天要幹什麼 要往外走 要出去有錢 晚上的時候要帶回來 我們那個批發商我們出去的時候 後來都是帶了十幾盒 早期 十幾盒 早期我告訴你 剛開始的時候 一天帶兩盒就好了 一天帶兩盒 那個昨天晚上 KC師傅都要趕到三四點 帶兩盒出去都空空的回來 全部都是手工 在米古到76年的時候 那時候我們統一 大約我們整條中山路 那一家每一家珠寶店 一個月平均都要賣 賣掉大約15到20件的這個 所謂殘廚戒子 你沒有賣殘廚戒 你等於是好像是不入流的 不入流 客人竟然說怎麼沒有殘廚戒 沒有接地氣啊 對對對